就是把它相乘 你会发现这个公式会比较冗长 那第二个如果我们用函数的话 相对的它会比较简化一些 反正你就把两个范围给它 它就会自动帮我把结果丢到这边来 那再来VBA部分的话 前面我们讲过也许可以撰写 比如说像一个按钮按下去 自动帮我完成的动作 那这个当然就是直接去抓取什么 抓取我们实际上 当然如果按钮按钮的话 就直接抓这个实际上的储存格位置 比如说一样 那这个有点比较跟什么 跟这个公式有点像 那实际上就是 那只是说要把它转化一下 比如说这个D13的话 那在VBA里面呢 你就可能必须要用储存格的物件 那个叫Sales Sales先列 刚好那个概念颠倒一下 不过你习惯之后 你比较可以转得过来 不过刚开始接触 有些同学还是转不过来 是三列 然后在D的话 这个D栏 那一样可以在前 不过前后要加双 你看 乘上什么 乘上这个有被锁的位置 就这个位置 然后以一类推加 然后后面这一些 那撰写的方法 可是要跑回圈嘛 第13到第27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先打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13到27 27的话也可以用追踪的 向下追踪到27 然后呢 输出到哪里 先写 输出到这个的 Sales的I 列的I欄 然后等于什么呢 等于就是刚刚这一串东西 其实这个也有点像了 这等号前面 其实应该要有个东西 然后 然后 丢到前面 把资料丢过来 那这样就是把这些东西 做个改写而已 所以 慢慢你们如果习惯之后 要写一个VBA 其实也并不是 那么困难的 主要就是了解它的逻辑 公式怎么转成VBA 反正你 有点像套公式 套过去就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应该大概都知道 因为前面我们已经写了 我们今天第12周了 写很多了 所以基本上 慢慢要熟悉 刚开始你可以用复制贴上的 可是慢慢的 你也可以 自己动手把它写出来 所以也许我们先插入一个模组 再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也许叫月考好了 那 For I等于第13列 到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一列的话 当然你 如果不是叫写法27 不过我建议这个慢慢要习惯 向下追踪 那从哪边追踪 基本上都会从低栏 往下追踪 不过记得就是说 那个追踪的过程当中 你中间不能够有些资料没有的 因为如果没有的话 那这个追踪就会失败 主要原因是因为Range 就是一个范围 范围值的就是一个连续的 连续的才叫范围 不连续的话呢 那就变成两个范围了 因为它中间是切开来的 OK 所以 特别注意 一定要连续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追踪的技巧 就是说 你如果要追踪的话 尽量去找那个栏 你不见的一定是A栏 但是多半A栏是编号 那个编号或者是说 所谓的Key 资料库里面的Key Key的话就是那个资料 一定要有资料 一定不会是空的 那你就从那边追踪 比较不会追踪失败 不然常常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为什么那个 我追踪的时候会失败 你可能追踪的那一栏 可能所以你要想思考一下 如果那一栏 它中间有可能会没资料 那你就不要用那一栏 你就用其他栏 B栏 C栏 反正那一栏 只要是不会有空白的 那你追踪就不会失败 OK 所以这一点要很重要 好 那NASER 再来的话呢 输出什么 输出这个Sale 这个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但是往下 所以这个I列指的是 13列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的I欄 I欄写成这样 等于 那实际上就是把这一串东西 把它翻译到这边来 所以写法的话呢 基本上 我是写成这样子 写成这个Sale 这个Sale 有没有 这个其实就指的是 跟这个是一样的道理 这边 那这边是13 可是因为我向下填满 向下拉的时候 它会变13 14 15 一直累加 所以就用I来代替 所以你会发现这样子 转弹这样的 应该 应该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呢 这个D11的话 指的是0.7 其实就30% 不过30%在VBA里面 它不接受 30%的叙述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Person 这个有其他的用途 OK 你不能用这样的方式表示 所以 这个百分之多少 在Excel里面 可以表示这样子 可是在VBA里面 你可能要转成 0.3 来表示 所以这边 可能要注意一下 VBA它不接受 这个30%的叙述 所以你可能需要 把它转一下 那 或者是说呢 你想说 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 跟上面一样 我去抓这个储存格 上面的实体的位置 当然可以啊 这个地方 我是建议啊 如果你这个位置都不会变动的话 你就不要用Sales了 因为Sales里面 主要会用Sales 因为它这边是会变动的 那如果说你不用0.3 你可以去抓那个实体的位置 你可以打一个Range 固定的位置 然后就直接告诉他说 我东西在这边 这边的话是D13 所以你就输入一个D13 D11 OK 那你就把D11打上去 这样也可以啦 它就会去抓什么呢 上面这边的资料 带过来 那也是0.3 那这边的话 两种写法 OK 那这个0.3 也是一样 你可以把它贴上 这边再把它改成1.11 那底下后面的话 这边0.4 不过这个宽度不够 所以 把这拉下来一点点 OK 那这边后面0.4的话 就是EF OK 那因为这个位置都固定的 所以我们就用Range来表示 也常常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个Sales跟Range好像很像啊 为什么你有的时候用Sales 那有的时候用Range呢 那其实道理很简单啊 如果你要跑回圈的话 因为Sales里面放的可以是数字 但是Range里面呢 只能放文字啦 那如果你放文字 你把它丢一个数字进来的话 哇 那就麻烦了 所以通常Range 我的使用的时间点 大部分都是 这一个储存格是抓那个固定的 那个位置不会 不需要一直变动 那如果说会变动的话 那基本上会用Sales 因为Sales的这个 这个值 是一个数字 哪一列 后面这个数字呢 可以是文字 但是也可以是数字 比如说你E的话呢 输入E的话 那就是A栏 它两种方法 OK 那这样的话呢 跟回圈就比较好搭配了 因为你到时候的话 For I 就可以变动它的列 那或许你将来可以什么 在这边这个For J J的话呢 是变动那个 它的所谓的栏 OK 那这样搭配起来的话 你就可以在一个范围里面呢 任意的变动 所以这样子 基本上就可以搭配起来 你就可以针对 你要的那个范围去做处理了 那所以呢 这个写完之后的话 那当然顶多是再加上 一个按钮 清除的话 其实就是把后面的资料 丢一个空置创 或者用那个范围的方式 做清除都可以 那最后做完之后呢 一样在这边旁边 我的习惯是插入一个 表单控制项里面的按钮 那把这个按钮呢 加上去 然后 这个我想加按钮 应该也不是问题了 那前面也做了蛮多练习 那不过我习惯是 同样大小的话 我干脆把原来的这个复制贴上 让它长一样 不然你重新再拉一个 应该不太容易 做到一模一样大小 那所以我这边的话 再把这边再复制一下 就重新等于这复制贴上之后 重新再去选取它的那个锯齐 跟它的名称改一下 这样做完之后 按下执行 就OK了 那不过呢 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老师你输出 刚刚我们还可以在这边怎么样 再利用那个常用里面的 有没有 就是把那个小数点去掉啊 那可是你现在输出之后呢 它小数点还在啊 那怎么办啊 其实我们如果说要类似 用它这个格式的话 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按右键 你会翻除整个格式里面 它之所以会变成整数的话 基本上 它是在制定 我们切到制定里面 它是一个0 0的话来表示它里面的数字 那这个是一个格式的表示方法 可是如果说将来你要 把这个功能 套用到那个 我们的VBA里面的话 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 可以当它 这个是输出资料 下面呢 你再多一行 多一行什么呢 多一行那个 就是输出格式 这个是输出最后的词嘛 然后呢 输出完之后呢 也许我们可以再怎么样 打一个Sales Sales里面的话呢 当然刮弧先不要打 刮弧最后打 因为你刮弧如果打上去再点的话 它不会有提示 因为你有没有 这刮弧点 点下去 这个还有 就是你如果把这个 哪一个储存格 这个刮弧加进来的话 点下去它不会提示 OK 那主要因为我们要提示 我们先提示再加刮弧 那它里面有个属性 如果你要类似像按右键 储存格格式的那个功能 它有个属性名称叫做Lumber 你打一个N就 就大概就跳出来 Lumber Formats Local 就这一个东西 这个的话呢 就等同于 我们刚刚按右键 储存格式里面的那个功能 制定里面的那个 制定哦 OK 然后呢 用这个之后的话 等于什么 等于 那后面的话 你就双引号两个 表示说我要制定 后面放什么 放个0就可以了 也就是刚刚制定里面 不是放个0嘛 0就摆在这边 那记得 最后再把刮弧加上来 这样就OK了 那刮弧之所以 后加是因为 你加了刮弧 点下去 它这个Lumber Format Local 不会出现了 所以我们后加 不过呢 记得一定要加 因为常常同学 打完之后 马上就执行发现 所有的 不应该变成 那个整数的 全部变整数了 OK 特别重要 那如果你加了 这个Lumber Format Local的话 等于0 它就会怎么样 有那个 类似刚刚讲的 按右键 出称格格式 自定的那个效果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只有加这一行 本来是有小数点的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这个是一个中断点 好了 直接来执行 停在这边 那这个时候输出 先把它清除掉 先把它清除 先清掉 好 那这个时候输出 那它先输出 最后的结果 这一行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等同 按右键 出称格式 里面变成整数0 或者是你 去除小数点 所以把这一行执行 你会发现 它本来84.4的 变84了 但实际上 它这个一样 它这个功能 跟那个我们 那个 按右键 这一边储存的格式 是一样的道理 有没有 它只是把0丢过来 但是它实际上 放在以色列里面的资料 还是84.4 除非你用run的 run的去到整数 它才会存完 才是84 所以这两者差异 也要特别注意 那所以基本上是 先输出 再格式化 所以后面一样 先输出 再格式化 所以它每一个都一样 输出 再格式化 OK 就是输出完之后 再格式化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这个结果 给整个输出了 就会看到 是没有小数点的 那个状态 但是你想说老师 那可是我如果 不想要用那个格式化 我想要四舍物怎么办 很简单嘛 你就是 干脆在外面 这个外面怎么样 包一个run的就可以了 在VBA里面 一样有run的 Round Round 钱瓜阿胡 然后最后面 1到最后面 逗点 取到整数的话 就0就对了 那一位数就1 1-3 然后面再后刮胡 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用run的 它放在Excel里面的 就会是实际上 怎么样呢 把小数点去掉的 就不是那个四舍无路 OK 就是 OK 那如果说这样子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两个 虽然看到的结果可能一样 但实际上它存在Excel里面 是不一样的 那把它执行 输出 有没有84 但是你会发现 你游标放上去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它就是84了 刚刚上面这个地方是84.4 OK 两者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如果说你要做账的话 你看起来跟结果不一样 差一点点最后累积起来 就会很大 所以这个地方 特别run的跟格式是不一样 所以两者 也许各位可以再试试看 那刚刚主要是加了这个Lumber Format Logo 这个非常好用 以后如果说你储存格里面要大量的 使用某个格式 你可以先按滑鼠右键 先制定一个格式 再把它套用在每个地方上面 OK 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另外我有多一个run的 记得加在外面这边 在后面后刮壶就是d点 然后 整数的话就零 在后刮壶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